身体会病, 心都会有不舒服的时候 精神健康, 你不知道怎样去说 又或者不敢说 如果心性真有疗效, 谁怕暴露更多 是, Vinson, 我是黄仁龙 我来到你楼下 快来吧, 好, 再见, 明天见 我是黄先生, Vinson,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是的, 我还有两个 还有两位朋友, 今天也会一起来 分享一些东西给大家 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豪天 豪天, 是 高兴认识你 你好, 我叫Ruby Ruby, 很高兴认识你 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一起关电话 我们要不受任何干预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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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关电话, 好吗 专心一点 好 好 由这一刻开始 不如看小镇post 远离一下message 就由这一刻开始 全心全意和眼前人 做一天的朋友 黄先生, 平时有没有画画这样的? 跟我小女儿一起画画就有笑过 自己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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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个人画画都可以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多一点 我们今天画的主题是 人生的低谷 那大家可以先选三个颜色 代表你自己的人生低谷 低谷就当然是 暗一点, 是吧 Ruby 选了紫色 蓝色和灰色 浩天选了灰色 蓝色和黑色 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深沉的颜色 都是代表抑鬱 是在人生低谷里面 灰暗没有希望的感觉 我也是选了有黑色 灰色我就觉得是 人看东西的方法 粉红色我觉得代表是 人靠自己的能力 去挣扎 很多时候都是低谷里面的原因 我觉得是绝望的 黑色就好像很黑暗 红色真的有时候 会觉得有些流血的感觉 有时候受伤的感觉 比较多 我低谷的时候 蓝色就好像很抑鬱 很低落 那段时间 很长时间都是偏蓝色 大家都分享完 全人生低谷的颜色 可以开始画画了 从他们的作品 可以看到什么心情呢 不如由Vincent开始分享一下 刚才我画画的时候 我发觉很快画完 原因是我很随心 如Ruby说的技巧 我们可以跟着技巧一起做 又可以互相学习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互相学习的经历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很有趣 很有趣 很混乱 我觉得我好像被 一个模型的东西困住了 好像蓝色一样 那时候十多岁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 例如那时候被精神病的诊断 例如有些歧视 里面有很多东西未处理 那些不是靠食药可以处理 那些是一些心结 黄仁龙的作品 是一个维修马路的风传 在马路那里 不停转向地下 我自己的低沉的时候 就是在遇到很多 黑色很多挫折的时候 自己就很挣扎 就是靠这些东西 就是这样追下去 想找个出路 但是当然真的很困难 你周围看的东西 包括看远、看近 都比较上灰 可以说转牛角尖也是 你不断靠这些东西 但是转地是很确实的 那你不断地转的时候 你始终自己就觉得很辛苦 又没有什么出路 那我这幅画呢 画了几个人在那里 是代表着我里面 里面有几个人格的 就是夹着自己六个 夹着这么多个我 才是一个完整的我 我想问这个不同颜色 这个代表是特别有些什么 是我其中一个人格 就好像狗仔那样 就是整天乱那么巧 乱那么吠 但是在我心命里面 他都陪我经历过很多东西 包括在医院 或者在很艰难的时期 他都在 浩天画了一段 三角形的彩虹 他说代表了自己 一些很执着的性格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些很执着 好像有些强迫症 所以这些东西要很公公正正 但是如果那东西超出了 我可以控制的范围 其实我就很不开心 我用了一叠绿色的 一叠第一环的绿色线 就好像有一个停了的心跳 心跳机就是B 我中间想起了一些东西 所以就加了一个粉红色蓝色 就代表我一个改了身的姐姐 她又用粉红色代表 我用一个天蓝色 就代表我自己 这个线条很分明 我小时候就常觉得 我还我,他还他 但是可能父母不明白 或者家伙的关系 就常常把我们两个相提评论 我是不喜欢和不开心的 大家分享完有關於人生低谷的挫折 失望, 或者很灰暗的光景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里面 加上颜色 慢慢将人生的低谷转化出来 走向光明的色彩 以前我有精神病, 有情绪病 其实现在都有的 我觉得病就一定是吃药去医 为什么我还没有痊愈呢 因为选择不适合一种我需要的药 以前我称为病, 带给我是一个痛苦 但是现在我欣赏这个病 反正我感谢它 它告诉我, 我人生是时候需要停下来 我以前是疯狂的工作 工作狂 需要停下来, 反思一下自己需要什么 原来是需要关系, 需要爱 需要跟身边的人分享 我觉得分享和听人分享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形容自己人生低谷 不断转牛角尖的黄仁龙画 换一个欣赏的角度 人生的聚焦将会很不同 我画这个树就是在一个水边 可以吸收水分 其实我们很容易干的 我们需要有外面的 无论是人或者其他 去滋润我们的时候 我就可以长出一个很丰盛的生命 和一棵树 一出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色彩都不同 王先生, 我有好奇问一下 其实你去低谷里面 最大的给你的滋养 或者滋润是什么 我相信耶稣 我这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这里所说的滋养 都是从那里而来 Ruby在自己的作品 加上了会发光的星星、月亮 和代表自己梦想的气球 近来就参与一些真人图书馆 去分享自己过去的经历 我属于解离症 还有抑鬱 这些东西都是影响着我的 在这两院的症状之间 去跟人格相处反而才是最重要 画画和艺术 对你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像这一幅 在画画的过程中 是可以了解到其他人格的心情 还有这幅 这幅是我其中一个人格 所以他就画了我们几个出来 最中间的那个是我 之后其他的就是他们 他这幅画是在自己的iPad上发现的 我都没什么印象自己画过 Vincent画了很多不同颜色的蝴蝶 代表他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有很多很明白他的心情 和感觉的同路人 我从十岁开始到二十多岁 都是很混乱的 混乱过后我发觉 我也是有个身份 有个经历 可以贡献给社会 知道其实精神病是什么 如何面对一些有意经历的人 如何不要歧视 我觉得我有一个这样的心愿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蝴蝶 令我可以 就算现在也好 都有一点围住我的东西 我想永远人都有些东西围住 但是围住我 现在的心态不同了 我觉得就算被围住 有时我都可以出下去 有时在里面 都有我里面那种的坚持 和有一种理想 在这个风和一例的下午 一班初相式的朋友 除了画画之外 还会一起喝茶 聊聊心事 黄先生, 平时喜欢喝什么茶 因为我是直州人 所以小孩子 多喝点铁观音 这样 是 幸好我带了铁观音 很棒 小孩子就是充铁观音 高呼茶 因为我工作压力大 减压 整天都好像加班 是 喝茶是最懒的方式 令我自己减压 自小的读书都很大压力 是 整天都好像要很完美 是 慢慢大一点 就放松一点 就是觉得 不一定要做得好 才为之的人是好 是 读书的时候 都有相当压力 是 因为坦白说 小孩子一直成长的时候 学业成绩是比较好的 是 就是 整天都是考得好的 那些 考得好 就很怕会跌 是 所以也都你说完美主义 不想是跌下来 所以也很大压力 我离开中学的时候 有位老师 给了一个证言给我 他就说 其实一个人 如果没有经历过失败 其实很脆弱 你经历过失败 你会更加强 我觉得这个很受用 就像功夫茶一样 是 有时候初期喝 以为很劫、很苦 是… 但是慢慢的 又有后隆悔急 是… 人生就是这样的 是 一壶铁观音 将不同背景 不同经历的朋友 相聚在一起 喝茶 陪我说 喝茶… 是 从你们的经验当中 你们觉得有些什么… 坦白地说 有些什么地方 现在还是比较欠缺 还有是觉得有些事情 你觉得是应该 可以考虑多一点的呢 其实我经历 之前在医院里面 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他们抱着一个 是一个怎样的态度 是看一个人呢 还是看一个… 只是看一个个案呢 在护士浸 就经常听到一些… 姑娘很大声地说 说过去的经历 你的私隱 有些问题 所以才会这样对待你 因为有很多地方 其实都需要去… 我们叫做进步 其实香港服务提供 其实都挺多元化的 例如有职业的辅导 也有心理的辅导 也有我们医生提供药物的治疗 但是有很多的制度 限制了他们 可以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譬如好像有些职业的辅导 他预先就… 假设了可能我们的能力 是比较低一些的 他就可能叫我们去… 可能一些工厂里面 帮忙做事 我们可以多一点去了解 可能患者 可能他的天赋 可能他的长处 他的需求 而去提供一个更加贴合的服务 在服务来说 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辅助就业 但是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服务模式 可以好像做到阿天所说 以人为本一些 就不是一个训练模式 而是好像生命教练模式 例如我是… 我做不到东西 我可以学习 我学习都没有心机去认识朋友 但是最终我可能最终的目标 都是上班 在外国工作 或者有些创新一些的 在香港来说 可不可以多一些这样的研究呢 其实在这方面 外国有很多的经验 是行先过我们 还有做得比香港好很多 那我们怎样可以 是从他们当中学到 譬如你说真的要做些research 知道是做些什么 但又要调校香港的情况 然后怎样可以找到资源 包括由政府或者NGO 去适切地提供到 刚才你所说的支援 这个都是我们很希望 可以从理解你的需要当中 去建立到的一个阶梯 我觉得搞小组自助组织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渠道 因为现在政府 很大部分都听NGO的意见 是的 但是我们已经选择了这么多层之后 会不会有些重点 未能表达到呢 现在是复原者的自助组织 它不是那么多关心政策 可以再建立新一些的组织 所以我们有几个想多一些参与 我不是说之前或者现在做的 那些是没有用的 不过是真的 你去到我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到处在服务应该怎么提供 两个是不同的 是需要很多的研究 需要很多的去学习 就不是只有凭治的事身经历 就可以给予那么多意见 我也希望可以在那个 资讯委员会里面 我们看看有没有加强到那个联系 就是好像刚才说 有一个途径 刚才说共建 协作 协作是很重要的 除了讨论精神健康服务政策之外 大家在饮茶期间 也有分享社会对一帮 復原人士态度上的改变 在香港人来说 对精神健康的看法 是开放了的 就是好像Ruby所说 我会分享真人图书馆 分享经历给一些大学生 始终人生有些困难 有一些危机出现 那些危机 如果某些危机 是跟这些暴力有关 那接着整个社会 就会讨论精神病 是不是很暴力 那好像过去一些时间 有一两件事出现了 就会很紧张 那我觉得整天都是拉扯 明白 你看到我是一个人 跟你差不多 到时看到某个报纸上面 或者媒体上面 有一个这样的事件出现 又到后了两步 其实不是 原来很危险 我要跟进你 你一生都要跟进你 原来好像阶级化了 对吧 有个标签了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优势为本 其实患者本身就是一个很丰富的 一个资源和一个故事 其实患者可以透过分享这个故事 自己自身的故事去教育大众 让大众明白其实患者是一个 发生着什么事 还有患者可以透过分享时间的途径 可以治愈自己 甚至更加了解自己 公众也可以更加了解患者 王先生 我问一下你 其实你在委员会 或者做一些公职的事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挫折感 有时 很坦白 一定有 一定有 那问题就是 因为有些东西是来自 那个系统的本身 譬如政府里面 它有它自己的做法 有些你很想做的东西 你不可以一时间就可以去突围 有些东西 你也有些机制去做 怎样不好 第一样东西就先挫折 而是说 家里是有个问题 这个浪费不要这样 就这样砍掉它 可能有些东西 要找些东西繞过它 有些东西很重要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意愿 想做好这件事 就是很多困难 都可以有机会去解决 大家关掉手机 做了一日朋友之后 对今天聊天的内容 有什么体会呢 最大的感受就是 很放鬆 很舒服 平时一日常生活 很难有这种感觉 真的没有任何的骚扰 没有任何的追赶 很舒服 很专心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患者 很难把声音 都给现在的当拳者去听 甚至是服务提供者去听 但是经过今天和黄先生 去聊天之后 其实我发觉是 我们可以一起去共建 甚至可以创立一个新的渠道 出来把声音带到 服务提供者那里 我们可以有一个循环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由上而下 我们都是坐同一条船 也都是向前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抱负 我们的希望 希望将来的服务可以变得更加好 更加互相补足 经历了这么多东西 发觉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完美 没需要一定要完美 有时候我特意有一些瑕疵更好 像今天我画画也没有怎么想过 我以前也会想一下 别人怎样看 或者怎样看 我随心的画就可以了 我觉得随心和真实 比起完美更加重要 有几样东西 我觉得很强 很深刻的就是 他们很强调 他们是人 他们不是病人 这个我的信息是很重要 那个尊重 那个以人为本 的一个服务 或者是一个帮助 这个我的信息是很清晰的 以他们经历过这么多东西 能够克服今天可以很清晰的 和勇敢地和大家分享 他们的经历 带一个正面的信息 这个令我非常佩服 另一件事就是更加 确定了我们在 精神健康委员会的方向 所有东西不能闭门做居 一定要去到有需要的人 找他们的需要 是贴地的 真是帮到他们的 才是有用的 直接追赚 和文件 那些因素 都要 pela 政府修复 好像 和文件 有安心 是 这个 西方 些事 軍事